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很高兴 数以几千的读者朋友 今天来到香港书站 听我们这个 龙映台的演讲 我记忆中 就是亚洲周刊第三次 主办这个龙映台的演讲 那么 这次也是非常特别 在2015年 因为就是龙映台离开文化部长 离开台湾这个 官不聊生的一个政治生态里面 第一次公开演讲 所以我们都开玩笑说 他离开官场之后 他把他这个重要的第一次 贡献给亚洲周刊 也贡献给香港 我们谢谢龙映台 那这几天我就重新 回顾过去 我们主办这个 这个龙映台演讲 以及他过去几十年 所写的文章 那我发现他在1984年 写的野火集 当时在台湾是非常轰动 那么他其实是对当时台湾那种 很不文明的社会 很不环保 管理这个水平很低的一个社会 做出很严厉的批判 那么是洛阳子贵 在当时台湾社会是 很多人一边读一边哭 那么但是 很时空交错的 他在1984年写台湾 他的标题是 中国人 你为什么不生气 但是 在三十年之后 可能中国人这三个字 在台湾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的解读 不一样的认同 而同时 更令人惊奇的是 这篇文章 野火集 一切的文字 在中国大陆引起巨大的功名 很多人认为 他在1984年写的台湾 其实是写 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 乃至是今天的中国大陆 所以他有一种 像一种圈乐剧一样 圈乐 从三十亿年前到今天的中国 那么还有就是 荣应台是一个 永远要面对 现实挑战的一个作家 他的文字 他的思考 他的研究 我记得 在去年 这个台湾太阳花学运的时候 他是在那种学生的这个 气势非常高 讲的时候 他曾经提出来一些 让学生不高兴的话 他说学生的行动力是一流的 但是思想是贫乏的 因为当时学生说要反 这个福茂的黑商 但是中华民国最大的黑商 其实是立法院的草野协商 那么大家也知道 在香港 我们去年经历过战中 反战中 黄时代 蓝时代的斗争 那么整个社会 现在是肯定是一个非常撕裂的状况 大家对整个局势的看法 有完全不一样的视野 那么导致很多家庭都会有很多裂痕 父子 夫妻 姐妹 都反目 很多老同学都不讲话 那么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 我们也需要来聆听龙英台的声音 它到底怎么来分析 好不好 所以 无论是什么政治立场 无论是什么政治价值 我觉得 龙英台它有个特色 它就像这个 美国那个巴勒斯坦义的作家 艾伦萨伊德所说的 我们知分子 永远 要在权力面前讲真话 不管这个权力是政府的权力 还是反对派的权力 还是学生的权力 我们都要对他讲真话 好 我这个废话小说 好 我们就请龙英台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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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 拍摄 坐在我旁边的冒发局的淑芬说 在这个场内 现在已经有1600个人 外面进不来的人 正在进入另外一个厅 大概可以容下600多人 我不知道外面进场 进完了没有 但是我想先跟 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场内 但是可以听到我声音 看到影像的人说 对不起 我们如果有更大的厅的话 当然会更好 可是我只想告诉 不在这个厅里的人说 我记得你们 那待会儿在演讲完之后 要签书的时候 是不是工作同仁也可以 给他们一点点权力 让他们先 可以先进来 否则他们变成二等公民了 就是我先跟外面人打个招呼 那刚刚淑芬也跟我说 今天的原则是 让所有到的人都可以进得来 那很可惜 因为消防的关系 好像 其实它可以做到财上来 但是好像消防的原因 不可以的 不被容许 好 香港书展 难得一个700多万人的城市 可以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繁华 凡是做过事情的人都知道 批评比较容易 做事其实很难 所以今天在场 有冒发局的很多的同仁 有亚洲周刊很多的同仁 他们已经有很多天没有好好睡觉了 我们香港人是不是可以给他一点 最真诚的鼓励 谢谢他们 谢谢冒发局 谢谢亚洲周刊 谢谢所有的同仁 真的谢谢你们 我离开三年了 这三年之中 你们出了真多事情 但是今天讲的 我今天讲的题目 跟眼前的现实没有关系 因为我三年不在 但我不知道很多很多 其中的细节的时候 其实我是没有发言权的 我今天要谈的是 是记忆这件事情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因为你们知道我是谁 我很希望也知道你们是谁 今天在场 有没有八十岁以上的读者 跟我摇摇手 好吧 八十岁以上的有没有 周一青 还有吗 都没有啊 我们下次要想办法读者 你们要把你们爸妈带过来 好 那我再问一下 你自己觉得是 你是大陆来的 跟我摇一下手好不好 哇 好 你是 真的是全部都是香港的 跟我摇一下手 香港本地的读者 OK 有没有台湾来的 有 有没有新加坡的 有 有没有马来西亚的 有 你手挥的特别大 还有没有我没有提到的地方 澳门的有没有 澳门 有 很少 我们以后可能对澳门多做点功夫 我们才隔海而已 还有没有从其他地方来的 然后我没有问到的有没有 没有 是不是 比如说从莫斯科来的 什么的 没有吧 好失望 好 好 我之所以先问说 有没有80岁以上的人 结果只有周一青一个人 周一青 我想要问的是说 你们有任何人 记得在二战时间 盟军对香港的轰炸吗 大家都是知道 但是 我记得周先是49年以后才来的 所以你不会目睹香港的轰炸 对不对 没有吗 你自己是开飞机的 说不定你在轰炸别人了 好 等一下 我先了解一下我的这个工具 是用这个对不对 我要对着哪里 我对着哪里 对着电脑 好 在二零 今天谈记忆 在二零零一年的时候 我曾经带我的父母去看一个非常特别的表演 那 那个是什么呢 是中国大陆的样板戏 《红灯记》 第一次在台湾这个地方 明目张胆地演出 它是一个共产党的宣传剧 在哪里演出 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 开玩笑 那我带了我爸妈去 我爸妈那个时候 我父亲都已经八十多岁了 我左边坐的爸爸 右边坐的妈妈 那一幕非常的清楚 那那个剧呢 大陆来的读者大概都比较知道 他是用歌舞剧的形式 芭蕾舞剧的形式去演出 当时共产党的游击队 爱国抗日的故事 那我带父母去之前 我以为他们两个的反应会是什么呢 我以为我的父亲 你想想看 他在南京保卫战的时候 18岁的他 曾经从雨花台一路的抵挡敌人 所以一路的全身是血 一直从雨花台打到溢江门 然后最后是死里逃生 所以我以为我的父亲 看了那个剧 看了那个戏的话 一定是非常大怒 马上会标骂说 你小子 你敢说抗战是你打的 你开什么玩笑 我以为他会有这样的反应 我以为我的母亲会哭 因为整个剧 她有多少的生离死别 我母亲在她年轻的时候 就是经历的是生离死别 可是那个戏看下来到结束的时候 他们两个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的父亲从头到尾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他每天携带身上的一条手帕 那个是方方的手帕 那个时代的男人 都是折着一条方方的手帕 沈主阳你戴手帕在身上吗 没有 他拿那个手帕从头哭到尾 我父亲一直哭一直哭 八十多岁的人就是一个老泪中横 我的母亲是铁青着脸 面无表情 一句话都没有的 完全相反 但后来我就跟他们聊 谈了之后 我才知道 说在我父亲最深刻的记忆里头 他只在乎一件事情 就是可恶的可恨的日本人的侵略 至于那个戏从头到尾 他完全没有去想说 到底是谁打的抗战 所以他的感动是回到那个爱国 然后为了保卫你的国家的牺牲的抗战 我的母亲非常的简单 他就是直接跟我说 你共产党杀了我哥哥 你不要在我面前要武扬为 没有第二句话可以说 所以两个人 我以为我懂得他们 我以为我知道他们的一辈子 事实上当你真正的去追问 倾听之下 你发现他们的记忆 跟你以为的是不一样的 换句话说 我的父亲母亲他两个人 都是中华民国的公民 那如果在民主的运作里头 如果说台湾要举办 像香港一样的 什么政改方案的公投了 假设 或者是在台湾要举行 像希腊的纾困方案 你同不同意了 或者是教科书 到底应该怎么编写了 假使有这种投票的行为的话 我相信 连同一个家庭的 我的父亲跟母亲 他们的投票的行为 很可能会不一样 因为他们的记忆的轨迹 不一样 他记忆里头 让他痛的地方 其实不一样 在2005年11月27号 这个记忆可能大家都有 这是什么地方 看得见吗 我看不见 可以看得到 这是哪里呀 2005年11月27号的时候 香港人心高采烈的 把李小龙的雕像 放在星光大道上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影迷 电影明星 以及观光客都蜂涌而至 而那个时候呢 这是被当作一个 重大的娱乐新闻来处理 在电视上的评论 谈的是 我们今天香港的电影产业 怎么样怎么样了 不如从前吗 但是很有趣的是 我当时就发现到说 在11月27号的前一天 刚好就在前一天 有另外一个李小龙的雕像 被树立起来了 树立在一个很奇特的地方 你可能意想不到的地方 它是在一个城市 是叫做Mostar 在波士尼亚的 应该是说 在前南斯拉夫 不是在90年代发生的 那个非常激烈的战争吗 它是波士尼亚 中的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是怎么回事 它为什么会在2005年的时候 树了一个李小龙的雕像 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Mostar 它最有名的是这座桥 这座桥是16世纪的古桥 是联合国的文化遗产 那同时因为这一个城市 它有三个族群生活在里头 它最主要的是穆斯林的波士尼亚人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族群是天主教徒 还有塞维尔的相信政教Orthodox的人 所以三个完全不同信仰 连语言跟它的文化都完全不一样的人 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所以用很长的时间这个城市 其实它既是一个文化的遗产 它更是族群之间一种互相交流 一种象征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我不知道现在20岁的人 会不会对于波士尼亚战争 是不是已经觉得非常遥远 不太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了 不知道了 Belinda在摇头说可能都不知道了 1992年到1995年之间 波士尼亚 因为在波士尼亚 还是Govna这个地区 要独立 那主流的塞尔维亚人 不允许它独立 所以就产生了三年 长达三年半的战争 在这三年半之中 有20万人死亡 有上百万的人流离失所 而且让全世界最震惊的是 发生了种族的大屠杀 它有一个村子中有8000人 是全部被消灭的 被偷偷地消灭的 它看准了你的年轻的男子 小孩老人全部上车 所以那个时候是有万人种这个事情 而这种残酷的流血的可怕的 屠杀的事情的发生之前 人们是在市场里去买菜的时候会碰到 送小孩去上学的时候 你会点头 会打招呼 然后你进入公园的时候 彼此是邻居的 可是你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一个桥当然是被毁灭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是万人种被发现的时候 到了停战之后 在2001年开始 莫斯塔这一个受战争破坏的非常的严重 而且烧杀 掳掠 强暴 屠杀 在人们的心中变成最主要的记忆的时候 换句话说 刚刚那个桥的被炸断 其实不只是一个桥的被炸断 它主要被炸断的 我认为其实是记忆的炸断 就是你原来的在同一个市场里买菜 微笑着擦身而过的那种经验 被另外一种记忆所取代 另外那个记忆就是屠杀 仇恨 那所以当时那些 有些年轻人就想说 那现在战后了 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 我们还是要在市场里会碰到头 接小孩的时候在路上见到 进入同一个公园 那你到底日子怎么过下去 所以他们在找说 有没有一个共同的记忆 而这个共同的记忆 是不管你是正教 还是天主教 还是穆斯林 你都觉得它是美好的记忆 有没有这样一个东西 可以代表这样一个共同的记忆的 他们找到了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叫做李小龙 也就是说七十年代的时候 李小龙的电影 他风雨整个欧洲 那尤其是东欧跟南欧 所以这些年轻人就觉得说 李小龙对他们跨区域 跨信仰 跨文化的人都代表一个价值 那个价值叫做 对于弱者的慈悲 对于强权的抵抗 对于维护正义 所应该付出的勇敢的努力 这是李小龙所代表的 所以在一群人就募了钱 然后做李小龙的铜像 他刚好在香港的前一天 把这个铜像树立起来 在那一个莫斯塔市中心的一个公园 这公园的四周就是各住着各的 但是这个雕像就树立起来 当树立起来的时候 我自己心里想说 哇 多么美好啊 你还那么努力地去找到这样的一个象征 但是李小龙的这个雕像 24小时之后就被彻底地捣毁 24小时都不到 换句话说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会让人们走到一起去 虽然擦身而过 可是你是微笑地擦身而过 什么东西会一旦决堤 它会让你把一个整村的八千人 全部在一夜之间杀掉 我觉得记忆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我觉得记忆它其实像是一个水库 这个水库它记忆 你如果面对记忆的方式是对的话 它可以把荒芜的田灌溉成为万亩良田 你如果不知道记忆的美好 跟它的危险性的话 它完全可以把万亩良田 变成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万人种 它一再一再地发生 所以记忆呢 你知道佛教里头有一个词叫做功课 功课的意思是你早晚都要做静思客颂 是一件要努力的事情 叫做功课 我认为记忆是一门非常艰难的功课 它是一个需要我们做非常深刻的思索 非常智慧的抉择 是需要我们竭尽我们所有的努力 去面对去处理的一门功课 它不是你可以随便掉之清新 来就来去就去的东西 记忆这一东西 今年2015年 其实蛮特别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二战的 中战的七十周年 或者是说我们抗日战争的结束的七十周年 但是它也有别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记得在1975年越战 我们这一代的人这个年龄层都记得越战 甚至有很多人会记得那个镜头 直升机到越南 然后人们怎么样的爬上 爬不上去 我们也记得那个被燃烧 全身都被烧的 衣服都没有的 那个小女孩 但是今年二十岁的人 我们就也不知道了 就说这个记忆的传承 记忆到底有没有持续下去 1975年的4月30号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北越的坦克车 堂堂的驶入了西贡的总统府 所以1975年到今年2015年的4月30号 是四十周年 我当时就在想说四十周年 现在的统一的 逐渐强大的越南 你是怎么去纪念或者庆祝 这个四十年前的日子呢 是这样的 今天叫做胡志明市 那是 胜利者是以非常壮大的阅兵 以及武器的展示 来纪念庆祝这个日子 在同时 我刚好就读到 《洛杉矶时报》 刊出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一个 在1975年的时候 其实总共统计大概有三百万个越南人 是流离在外的 因为战争而流离在外 我想华人太知道什么叫做流离了 有三百多万人 那《洛杉矶时报》就有一个 当时小时候被带出去的越南人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描述的是他在1975年之后 第一次回到越南的时候 经过那个海关的官员 就是要护照拿给他看的那一刻 他说那个官员问他说 这个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他变成海龟派了嘛 对不对 他就自然地就脱口而出 他说 沦陷的前两天 然后那个官员马上纠正他 你是说解放前两天 今天的越南 他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或者庆祝 四十周年前所发生的事情 当然他一方面会让当年的胜利者 再度地自我肯定 自我表扬一番 或许有其必要 但是同时带着恐怖的流血的 受了最大的创伤的记忆 也有三百万人在外头 还有那些数百万人死去的人 我只是心里在想说 现在在用壮大的军容在庆祝的人 跟带着恐怖的受伤的记忆的 这三百万多人 以及那些死去的数百万人 他们这些人都其实都叫做同胞 他们彼此其实是同胞 那对于那些三百万人 带着恐怖的记忆的人而言 这个创伤大概是没有办法疗愈的了 当胜利者是用这个态度来纪念过去的时候 那但是对于记忆这门功课 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方法去解题 每一个民族都在用它不同的方式去处理这个议题 我们大家看到的比较多的在二十跟二十一世界 当然是欧洲的战场跟德国 这张照片是柏林的1945 我们都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也是德国 我自己就比较好奇 比较关注说 好 七十周年了 那对于欧美的战胜国而言 要去面对这一段记忆是比较容易的 干什么呢 就是你会到你的阵王将士前面去献花 你会带着你的小学生到古战场去致敬 然后你可以有音乐会这一丝 都是来纪念你的亡魂 这是比较容易的事情 但是很尴尬而且很困难的会是谁呢 会是像德国这样的当年的战败者 以及史作勇的侵略者 七十年过了 那你怎么办 你怎么做这一门功课 今天我就特别关注他们如何处理这一件事情 德国人做功课的方式 我相信一天在场知道的人是比较多的 他在大概是最大的一个动作 应该是在1970年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布朗德总理 他到华沙的牺牲者的这个纪念碑前 然后出乎意料之外的 他在世人的炯炯的目光之下 他自己应该说是临时起义的 他跪下了 这是第一个大的动作 这是对于记忆的功课 再来我自己觉得一个比较大的动作 是在1985年的时候 因为在德国的内部一直有内部的辩论 就是说我们到底应该把1945年的5月8号 到底是一个defeat 是国耻 是彻底的失败 是我们的崩溃 或者是liberation 这一个功课的题目其实非常非常的困难 因为你如果选择说 it's a defeat 那这代表他所包裹的所有其他的意义 你都必须承受 但对很多人这也蛮困难的 因为这是不是代表说 那你跟希特勒你是一个包裹 那你是不是也认同纳粹的所有的内容 那很可能你从头到尾你其实是反对的 但是你是不是要把它包裹成下 然后是叫defeat 另外一个就是liberation 意思是说我彻底的解放了 并不是只有法国 英国等等被解放 是我们德国自己被我自己的侵略者解放 就是说相对于我们自己的侵略者 我被解放了 所以这个辩论过去70年来一直是一个功课 那所以当1985年他的总统 Weizsäcker Weizsäcker 1985年的时候 1985年 那是什么周年呢 50 40周 也是40周年 是吧 40周年的时候公开说 1945年的5月8号是德国的解放日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到了今年70周年了 德国的一个民调机构做了一个普查跟民调 他们发现 在2005年的时候 全民做从18岁到85岁做的调查里 问的问题是说 你觉得5月8号到底是一个失败 还是一个解放 在2005年的时候 35%的德国人 他的答案是 他是一个彻底的崩溃跟失败 但是这一个同样的题目 到了2015年就是到了今天70年之后 你看他的比例改变得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只有9%认为是一个失败 换句话说 绝大多数 应该是89%的德国人认为 这个日子是他的民族的解放日 这个功课做得非常的难 而且非常的长 长达70年的时间 德国在 我看到他们特别做了一个巡回的展览 这个展览就是把德国跟总共12个国家 其中11个是被他侵略的国家 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文物展 他有很多的照片 我就观察到他的照片 比如说这个是华沙一月的照片 他的那种 这个照片所呈现的是 德国人对于他的邻居造成了这么多大的伤害 这张照片可以传达 可是呢 有另外一张照片 很有意思 这是一个背包 这个背包 是一个德国士兵的背包 他照片展出这一张 是在说 一直到了战后 一年以后 还有40万个德国的士兵 他留置在英国 还回不了家 所以 意思是说 你其实被牺牲掉的 被军国主义所牺牲的 不只是那些被侵略的国家 你自己的人民 这一个背包的主人 那个士兵 他到底得到了什么 他的人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70年的功课 你说越南是一种 对于记忆的一种面对 那德国是另外一个模式 对于记忆去做功课 香港就有香港的为难之处 因为它自己的历史跟绅士也很曲折 我今天不谈香港 台湾对于自己的记忆 有非常非常多的尴尬 跟为难之处 在70周年的时候 为什么呢 你说谁是台湾人 如果我们就专门 如果我们就专门讲记忆的话 台湾的记忆有 有两股绳子 不同的绳子 一股绳子是 这张照片所代表的 台湾有很多很多人 是在日本 殖民跟统治台湾的时候 被送到南洋的丛林里头 去为日军的作战 做不管是做后勤的 不管是烧饭 不管是照顾军火 不管是照顾伤患 所以台湾很多的 很多本地的人 他的经验 从这一张照片里头 可以传达出来 他的艰辛跟他的记忆 跟日本的战争有关 而他是站在日本的这一方的 不是他自己的选择 那就是香港也有三年零八个月 这个记忆的绳子 有另外一条绳子 是谁呢 是这样的人 十万青年 一寸山河一寸土 然后是十万青年从军的照片 那这一些人的记忆里头 就像我父亲一样 是怎么样的家破人亡 浩劫余生的记忆 所以你要把这两股绳子 两股记忆的绳子 把它缠在一起 变成一个粗壮的绳子 而且不断裂 请问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所以当你了解说 台湾人是走过这样的记忆的轨迹的时候 你对于现在 所发生的非常多的争吵 其实你是明白的 是了解的 或者说是同情跟理解的 在讲到这个时候 在讲到这个时候 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经验 就是我自己在做公务员的时候 在文化部 有一次我到金瓜石去视察 当地的文石的工作 跟文化的保存 金瓜石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能知道九份 九份跟金瓜石是在一起的 它是一个山村 一个可爱的小山村 那金瓜石呢 大概最有名的 一个变成一个地标了 是在那个小村子的中间 有一个国际战俘纪念碑 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在日本作战的时候 比如说新加坡陷落了 香港攻下来了 什么什么的一路的作战 那一些国际的战俘 他来自英国 来自加拿大 来自澳洲等等 这些战俘到哪里去 有很多送到了台湾 所以台湾大概 有关了四千多个国际的战俘 那金瓜石是其中的一个战俘 那所以呢 后来为了纪念这些盟军的战俘 也很多人死在里头了 所以在金瓜石就有 国际战俘的纪念碑 它有一面非常非常大的 很长的黑色的墙 四千多个名字 都砍在那个墙面上 那我那天去视察的时候 当地的老人家长辈陪着我走 当他在讲矿区历史 还有那个索道啊 那个台车啊 当地的历史的时候 兴高采烈 巨细迷移 非常非常多话要说 后来我们到了这一站 国际战俘纪念营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这两个老人家怪怪的 不太说话了 好像欲言又止 所以我就追问说 嗯 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 我问出来了 我问出来了 他就开始叨叨叙叙 就前前后后地讲 也不是很连贯 但是我马上就懂了 我碰到了隐藏的记忆里头 一个隐隐作痛的东西 怎么说呢 当这个战俘营 在金瓜石这个村子里的时候 金瓜石的居民在做什么 他是日本人 他是日本的国民 然后日本人 他用很多的台湾人 去做战俘营的警卫 卫兵 监视员 那换句话说 你可以想象在战后 在你的村子里头 放这么一个非常大的纪念碑的时候 这个纪念碑就如同一个 每天指着你的一个提醒 每天指着你 不是指责 我说每天指着你的一个提醒 那你当然可以说 这可能是你需要承担的一个历史的重任吧 但是老人家想要说的是什么 他说可是被日本人欺负的 受了日本人的伤的 不是只有这些国际战俘啊 他开始跟我讲 1942年金瓜石本地的村子里头 所发生的事情 那我才知道 但我的知识也不是太多 所以我才知道说 原来日本人他为了要控制当地 曾经在1942年的时候 在金瓜石的村子里头 进行大逮捕 有一百多个当地的士绅 乡名 跟村子里头的领导人 是被酷刑所伺候 关到监牢里 有很多人死掉的 所以两位长辈的意思是说 你在这里这么大肆地做一个纪念 战俘营 但是我们自己村子里的人 我们的历史有没有人在说 我当时马上就听懂了这个意思 我常常会觉得 你要去辩论历史的对与错 曲折 不如慈悲来的重要 尤其是及时的慈悲 人还活着的时候的慈悲 总而言之 在那次的视察之后 我自己觉得非常惭愧 因为我对1942年的金瓜石的事情 并不了解 但是我回去之后是下了一个指令 就是请文化部的同仁 马上去联系金瓜石当地的文史的工作者 马上拨一笔款给当地的社区 请他们去对于金瓜石1942年的事件 做一个文史的调查 同时希望他们乡民 村民本身从下而上的 对于当年的历史要建碑的话 他们要建什么样的碑 碑文里头是要怎么写 由他们自己来决定 那个国际战俘的纪念碑 每一年都会有这样的镜头 但是在这位两老先生 就是跟我说话的这两位先生 在去年的六月 这个记录1942年金瓜石 就是村子里头发生事情的这个盐碑 就是他们决定以这个盐石 这块石头为主 然后成了一个碑 这个碑文的内容大致如此 所以下次你们再去金瓜石的时候 不妨去看那个国际战俘赢个纪念碑 但是绕一下到那个小学 你会看到这个当地人为自己所建的一个碑 也因为这样的一种经验 我常常会觉得 我们其实觉得 我是台湾人 所以我一定了解台湾 我是香港人 我一定懂得香港 或者我是中国人 所以我一定知道中国大陆 我觉得这个陈述 可能是很值得怀疑的 很可疑的 我们其实对于身边有很多很多人 我们其实根本不认识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倾听 我要跳过去 有很多的记忆是被藏起来的 除非你真的去扣它的门 然后说我要听 我要放几段影片给大家听 我们后来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从北到南地毯式的 去搜录普通人的口述历史 不管你是谁 鼓励你带着你八十岁九十岁的 祖父祖母外公外婆 带他去把他这段生命的历程录下来 叫做国民记忆库 或者说台湾故事道 我现在就放几段 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是不是按一下就可以了 是不是按一下就可以了 对吗 点到影片 所以说台湾故事道 就是台湾的当天 作为日本军队的议员 他所目睹的 他所目睹的 这些招来的 打几段 一講,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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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我會磨妙你 日本人是誰說啾啾啾 他就啾啾 他就啾啾 他就說台灣人日本人想發生什麼樣的 他就說台灣人是學生的 他就說每一種田中會電力台灣 在電錄錄錄就停車實體是偏雲 日本人去自相 挑風雅的時 電錄錄錄錄是戰爭的時 用的不爭 他有什麼想法 人家有什麼想法沒有 當然想法沒有太多 日本是既的過了 每個都三個過了 這是一個新竹的客家人 他自己的感受 我們如果很籠統地去談 說台灣作為殖民地 然後它跟日本的關係是什麼的時候 有很多的大敘述 可是當如果是個人出來講他親身的經驗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不同的感受 對於你原來以為的大敘述 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 這一位是住在山裡頭的原住民 是一個女性 所以你聽聽看她怎麼說 我今天我挑給大家去分享的 因為我們今天談的是記憶跟戰爭 所以挑的這五位講的都是戰爭 詳句話 讲台湾人这三个字的时候 可能不要忘记说 有很多是讲客家话这样的人 有很多是像这一位胡秀兰一样 他跟我们平常以为的主流的台湾人 是很不一样的 这一位 我想香港人听到他的口音 会觉得好熟悉 跑掉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在民国19年 称我是广东省潘于县南岗乡人 我37年8月入伍 37年就是1948年 入伍的时候 我是考取装甲兵战车第一团 第二营第六年 这个考进装甲兵以后 训练三个月不到 因为前锋持警战况紧急 我们新兵马上就调到战车第六年服务 我参加徐邦会战 不幸被敌人包围 打了二十三天 真是施衡遍野 血流情活 这场战争惨不忍倒 但是我们这场战 切底的失败 整个徐邦会战 几个兵团 全军覆没 我本人突围出来 不幸了也受伤 被不要太炮弹碎片 还是什么很小的一粒 但是贯穿松部 流水不止 在天寒地冻的战场上 昏迷了一夜 像奇迹的身环 真是感觉是奇迹 因为昏迷一夜 流水流到肚子里面 吐出来像那个 疫情快的那个血 这个 这场战打完以后 我摸着千里白血的危险 跑回南京 中央政府中央兵司令部报道 然后呢 就到上海 接了新的MAE战车 这个战车 是当年美军 在流洪岛打仗的时候啊 是淘汰了的战车 它停在上海 求疆码头上 一片无际都是废弃的 这个军用物品 当中就有很多的废弃战车 这些战车 是袖及斑斑 都是很 这个不是堪用的 总之就是 这战车中 剩下来的东西啊 都是缺零件 缺东西的 例如讲 有炮 就没有炮酸 有车 就没有引擎 只有个干裤子 所以是一个 逆阵窗窗的一个铁裤子 我们由十本会战来 这批战友 利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日以继夜的 把这些战车啊 慢慢的修装 拼 拼凑 这种车 有炮 就拼到这种 有引擎的车上去 这个战车 没有无线电 就将另外一本 这些无线拼过来 中文字是 讲不完了 这位是一个浙江人 老兵 我公认是 39年 57号 那个是普代诗教 199 那时候 现在读书啊 年初二 学校里的老师啊 不是你们小朋友啊 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船啊 带来你到船上啊 去参观 这个 这个是一个花言 到了船上以后 船就离开码头了 离开码头以后 就到台湾来了 这就是他的一辈子 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这又是另外一股绳子的记忆了 拥过 在讲过去的 建筑的事 我们爸爸说 说他去索罗门的事了 他说他去索罗门的时候 是已经让日本的政府给他移赐了 没理没理 自己要自身自立 而生活非常地困惑 现在又说 在索罗门的时候 有一天红婚的时候 就是珍珠岛事件 日本去通习珍珠岛 美国的环境 来打这个索罗门群岛 我们爸爸说 那个金不响的时候 他只能跳在一个枯井里面 立起了 美国的环境一台一台 一直来红杂 每天都听那扎人扎杂的乡 再来就是那堂的环境 大家还不叫我 但还爱哭的乡 他听得很惊讶 他说 那不是要把那个头盔乱红金 他不知道要怎么办 他一直去桌 毕生夫去去桌 时间价格多久的时候 再听到金不改静 他的肥顶就叫他出来 大家就出来清明人数 结果师兄 无论是那个头主 还是我们日本军 旁边已经死了一半 我爸爸说 那晚上不知道怎么办 没人吃没人家 又怕购义借了 天降的时候 就开始有人去圆满那个死体 这些记忆的线 没有一条是一样的 可是这么多不同的记忆线 到最后 不同的人 他生活在同一个地方 变成一国的人 或者一个社会的人 而且彼此的关系 就被称为同胞这个字 中文的这个字 我们从小 至少我这一代人 从小就被教了要爱国 但是国是很难爱的东西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它是什么东西 它不是一个东西 对不对 它不具体 它是抽象的 那但是你真正具体的 一个一个的个人 你是可以爱的 我们身边的是哪些人呢 其实是一整代的人 前面那一代 我们自己这一代 下面一代 再下面一代的人 我们一起 比如说一起上学 然后一起去找工作 然后呢 在看最有趣的是 你一起去听演讲 在一个你听懂的地方 或者看电影 听懂的地方 你会一起笑出来 因为你有共同的经验 那在同样一个地方 你一起这样长大 然后你一起生病 一起生病的意思是说 你为什么会关心 那个地方 对于医疗保险制度的辩论呢 是因为你在那条船上 这些事情会影响你 所以这一群人 他到最后 可能经过了生老病 然后到最后 还是死于私途嘛 在这个过程里头 你看到这一群人 会为什么 这个健康的保险制度 所得税要怎么制定 会去争辩 然后这一群人 他会为这个立法制度 跟行政权之间的分纪 会吵个不休 他们会为 应该由哪一个党来执政 会机关算尽 然后格斗到最后 可是这一切 所有的争论 争吵 搏斗 不愉快 有一个前提在那里 这个前提就是说 这一群人 他其实非常清楚地 心里知道说 他们是在同一条船上的 就是在 葡萄汹涌的船上 你们是在同一条船上 就以最近大家所瞩目的 所发生的希腊的这件事情来说 你很难想象说 希腊的船 当它触礁的时候 有任何的希腊的人 是可以幸免的 即使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人 把你的所有的财产 都转到了美国 因为一个猴子 他可以离开丛林 可是他的血液里 跟他的心里 是永远带着丛林的 那个负担不会因为你的走开 而消失 所以同胞的概念 它的意义 其实就是在 所有所有的痛恨跟争吵 跟不同意的下面 它有一个基础 那个基础就是 你非常地知道 在葡萄汹涌中 在同一条船上 那这个船不可以触礁 不可以翻覆 这是同胞的概念 那二十世纪 它真的是 现在已经过去了 二十世纪 它其实是一个 我如果要找两个字来形容 它是什么世纪的话 到最后 不管什么战乱 什么各种词 我到最后会选择两个字 是仓皇 仓皇的世纪 这个仓皇的意思 是说 二十世纪 我们目睹的是战争 是贫穷 是流离失所 这三个词 大概是我觉得是二十世纪的最强烈 最鲜明的胎记 那么我们的上一辈跟我们的这一辈人 我们这一辈人在贫穷中会推挤同胞 会践踏同胞 在战争中 我们会消灭同胞 而且会凌虐同胞 在流离失所的时候 我们会把别人的鞋子踩掉了 而自己还来不及填自己的伤口 那这种仓皇 所造成的种种的残酷 我用一小段影片 跟大家做今天的分享 这个人又是一个广东人 我是一个刘永勉 千年八十岁了 我叫黄广海 因为我很喜欢山上清净 我在这个地方 有着浓浓的广东腔 黄广海 一九二七年生于广州 十岁的时候 正当日本侵华 小小年纪就有一股爱国热血 十七岁 他就决定从军 打日本鬼子 最先就是打 当游支队 打日本人 游支队 他就目的是 骚扰日本人 不让他们安宁 真正要把他打败 游支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就是骚扰他 使得不快乐 使得伤老军 使得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然后日本人头上 游支队变为静规军 然后我们就成为静规军 就这么一路参军下去 1949年 国军在国共内战中失利 他随部队转进海南岛 1950年4月 随陆军第六十四军 一三一师撤退到台湾 我刚从海南岛撤退到台湾 从海南岛坐在你的大船上 三天三夜一起到高崇港 高崇港等你两三天 因为后面还有大部队 从海南岛出来 等到大部队来了 那就一直到花年的凤年镇 在凤年镇住了大概八年左右 要调回台南县 台南石 在台南石 大概也是一年左右了 然后我就调到空军 调到空军就加一飞机场 我到空军就管理飞机场的寄来水 只要有寄来水 我就没有工作了 所以来的时间差不多两年 我就天天跑到嘉义的图书馆 黄广海原本只有小学程度 后来靠着上图书馆看书自修 他经常跟人家说 图书馆就是他的人生大学 我看那个自然科学 学会科学 学会科学的书 我就那个时候 他刚到台湾来两三年了 一些左派的书 只还没清理干净 那个图书馆里面有 我就照顾看那个共产党的书 那共产党的书 基本论 维吾论 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马尔东西上 马克思主义 这些都是共产党的书 这些都是我都看 始终有一本《世界通识》 学了个人类集签的律师 他说这个共产党出来 很有道理的 1954年7月 黄广海和香港亲友通信时 满指写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 当时特务机关检查信件 这次封信全被查扣 只是一时没查出寄信人在哪里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部队到外面来 做货车什么地方可以买班票 买班票就要登记 部队 什么部队 什么人 那有一次我从头人出来 我到新店 在保安司令部接受审讯时 军人坚决地看一个朋友 所以出来就登记买核车票 一登记他看到知道了 黄广海登记了去拿一个部队 我要到新店 他就排一个特务到新店核车站等我了 等我接舰回来了 就到核车站买票要回部队了 他就把我抓起来了 在保安司令部接受审讯时 黄广海坦白承认而未遭到刑求 只在进取当天 法官认为他态度傲慢 打了他一巴掌 黄广海在保安司令部 关了三个多月 1954年11月 他被送到军阀处接受审判 同年11月30日 黄广海被以连续传播不实之消息 足以动摇人心 判处无期徒刑 有一封信一大包 我是分开有一小包 几天几封几天几封 所以他就说我连续犯罪 如果一大包鸡一吃的话 判罪比较轻一点 我连续犯罪 所以很多次犯罪 这个是连续犯罪 判得特别重 那个法庭开庭也没有旁观节 清楚什么都不准看 我在监牢 一心想要一个地球鱼 那么外面买来 还要打个报告不一定准 如果他买的 你研究什么 你这个经济犯做劳 你研究世界问题吗 怕他这样想就买不到 而且买的话 我当时的钱又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钱 我就想自己用可能的方法来做一个 刚好有一天 在防风场外面 有个大坑倒垃圾的 看到有这么一个牌球在那里 我就当着宝贝捡起来了 捡起来看看 它坏啊 地方的地方 其他地方没有破 就在打气 那个打气孔坏掉了 那我就用口吹吹吹吹 吹起来 我用一个棉花什么把它塞起来 还可以 还可以用 那么我就很高兴 就拿到建房里面 慢慢把那个油漆的地方 把它全部都擦干净了 就开始做了 那做了有材料啊 那我手中有一本 中学地理的教科书 里面每一个国家的地图都有 那我开始的最重要的 选择一个北枝的中心点 就是它这个打气嘴 作为北枝的中心点 正对面呢 就是南枝的中心点 这两点很重要 然后从那个地方就画经约线了 经线啊 36条 每一条就代表石度 然后南枝北枝都画好了 先要画得很准 不能一条大一条小 这样的距离都很准了 这样做那个吊齿才准 我前后花了半个月的时间 那么我做好了以后啊 这脑里面都常常检查东西的 把你放这些东西全部检查 看要没有美金品 他如果看到我这个克兰地球衣 看莫名其妙做这个干什么的 他一个不高兴才拿去丢掉了 所以我发现啊 我特别用个布袋 做了可以装这个地球衣一个袋 我那个袋写明 克兰地球衣舍地理用字 1987年 黄广海与几个退伍老兵 发起回乡探亲运动 同年11月2日 蒋经国总统同意开放老兵返乡探亲 1988年1月14日 黄广海成为第一个外省人返乡探亲老兵团的领队 我们夫妻探亲那一天啊 就长经过十年第二天 然后我弟弟嘛 我离开的时候 他只有十几岁 再一看到他之后 他已经五十几岁了 要不是先前 大家要上片召唤的话 看到都不认识了 一看到的话 两个人就抱在一起啊 就哭了 那么我现在就世界五大洲都去过了 北纸也去过了 去的国家有五十几岁 我总共花的钱大概两百万了 花到周游世界的钱 2012年世界人权日 文化部人权博物馆筹备处 在景美人权文化园区举办系列活动 马英九总统清班感谢壮 给捐赠文物充实人权馆史料的 白色恐怖受难者 黄广海为其中之一 我现在个人生很快乐啊 主要好啊 我身体现在很健康 我走路啊 大家在过一个月左右啊 我就白蜜增比较差一点 看到这地方蒙蒙的 白蜜增开口的话 那我精神就很好啊 就很快乐啊 我们会继续牵走 你是民主的光荣 你是为祖国的世上 冬天有质量的风 却是春天的邀来 现在我想起来 哇 心里都有点爱上 黄广海 他把那个球捐出来 送给我 我接过的时候 真的难过 对不起 我现在回不去原来的PPT 打叉 我想说的是 你们记得刚刚那个图 就是不是有挂着龙一台名字的 接受他的捐赠的那个表吗 我当时同仁做好的 我觉得还不够 所以我就觉得要 给他亲自给他感谢的 连我都不够 所以我建议说 请马总统亲自感谢他 所以你们会看到 有一张照片 是马总统亲自给他 这个感谢状的 虽然挂的是我的名字 但是在现实的社会里头 就是那一个镜头 我相信 我的好朋友王健壮先生 也在这里 初安宁也在这里 我相信他们两个都记得 就是在那一幕 马总统把这个感谢状 交给黄广海的时候 一只鞋子飞过来 差一点打中了 马总统 是抗议的人群 那我当时坐在台下 我心里伤心的 完全不是谁是谁非 这个政党啊 什么政治的 我心里伤心的是说 黄广海 这个时刻 我多么希望是你独有的 这一辈子的这一个时刻 我多么希望 这个总统不管他是谁 谁都可以 一点都不重要 而是这个国家 在这个时刻 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就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那事实上 在那个仓皇的二十世纪 在那个残酷的 我们对于自己的同胞 不愿意倾听 根本不知道他的记忆 也不知道他的过去 也不在乎 他什么地方痛的时代里头 我们所伤害的人 你怎么可能对他 你所欠的生命 说你要陪他 黄公海先生 他说他花了两百多万去周游世界 是因为台湾后来 通过了所谓的 不当审判的 匪谍不当审判的 补偿条例 所以黄先生 大概是领到政府 给他的大概有 将近五百万的补偿金 我想说的是 那样一个地球仪 然后到最后 用他一辈子所换来的五百万 去环游世界 然后在他领奖的那一刻 一张一只鞋子飞过来 我自己要说的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你欠的生命 你是永远赔不了的 那你欠的青春 他永远回不来 那你唯一可以给他尊严的是什么 其实一个人 所有的尊严都来自于他的记忆 你唯一可以给他的 是对他的记忆的尊重 我们欠他 跟他的整代人 跟我们所有被我们伤害 被我们不理解的人 其实欠的是一个真诚的倾听 所以今天在这里 是我好几年来的第一次的演讲 恐怕是四年来的第一次 那我选择在今天 在香港这个地方 做这样的一个演讲 当然不是偶然的 因为我知道 在香港这个地方 今天在场的两千人 因为我听说 另外一个厅已经有一千人了 那在这个厅里有一千六百人 所以今天在三千多个 我的同胞的面前 我选这个题目 是因为我知道这里 有非常非常多中国大陆的读者 有非常多香港的本地人 有台湾人 有新加坡 有马来西亚的 我想要说的是 我们欠一个时代的大倾听 现在是 真的是二十一世纪了 离开上一个世纪的战争 足足七十年了 那新一代的人 今天这么多的年轻人 新一代的人 是在前人的血汉交织 种下的树荫里头成长的 我相信现在真的是 温柔倾听的时刻到了 温柔倾听的时刻到了 二十一世纪的香港 台湾跟中国大陆 有没有可能开启一个大倾听的时代 谦卑的大倾听 请听自己身边 你自以为知道跟了解的人 请听大海对岸的人 不管你站在哪一岸 请听大海对岸的人 请听你不喜欢你不赞同的人 而且请听前面那一个时代 所残酷 伤害 所故意掩藏的记忆 这个大概是二十一世纪 对于今天满堂的年轻人 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我相信请听是建立 二十一世纪华文世界的 新的文明价值的 一个真正的起点 请听是二十一世纪的新的一代 你们所必须要开启 而且完成 而且真正要做到的 大请听的时代 不管你是站在海的 哪一个岸上 这是我今天特别来到香港 要说的话 谢谢你们 我还记得一个政治犯 他被关了 也是二十多年 在绿岛 他送给 他不是送给我 那个球也不是送给我 是送给我们景美的看守所 人权馆 一个小提琴 他在那样的环境里头 他到外面去捡木头 他做出一个可以拉的小提琴 这个小提琴 他把它砌成红色 因为他代表 人死了 血还是红的 我真希望二十一世纪 今天在场的年轻人 也会开启一个不残酷的时代 我被告知 连今天的QA都要我自己做 所以我就不坐在那里了 而且我还有一个任务 是好久 跟大家好久没见面了 所以我今天要签书 签到最后一个人 所以时间可能很长 年轻人不要忘记 我今天所说的话 因为你们年轻 你们大概比较没有接触到 第一代的走过战争的人 我有 因为我的父母 从战争走过来 所以我们可能 我们应该要尽一切一切的努力 让战争不再发生 你一定要尽你最大的努力 不管你相信什么 今天的年轻人 我相信今天 我在场所有的朋友 都知道我说这句话的意义 它是有重量的 好 QA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个小的规则 就是因为人多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听的人 我真的对那一千个人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他们没有办法提问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很短 我要给充分的时间 待会签名 至少可以跟你握到手 QA的时间也不长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你们今天的问题 就是听讲之后的心情 跟我的分享 以及想要问我的问题 可不可以到脸书上去 去跟我分享 好不好 因为今天不可能让我听到 你们所有的声音 所以上脸书去 那脸书反正很容易找嘛 对不对 听不见什么 上不了网 大陆网没有上脸书 那我开微博好了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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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回去学习一下 怎么开微博 什么 新浪 好 我回去就学习开微博 OK 那可以 那就是把心情给我分享 脸书 然后让我学会 学会用微博 我们现在是五点二十五分 我们大概花二十分钟的时间 如果你今天晚上不提出问题的话 你就会伤心欲绝什么的 但是因为人很多 我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们可不可以一区一区的来 就说一共 一二三四五区好不好 五区的话呢 我们一区一个问题 然后今天 然后就开始跟大家签书 好吗 五区一圈 一区一个问题 真是不好意思 因为没办法 我们从离我比较远的 最右边的那一区 可不可以有一个 你们举手 第一个就是穿白衬衫的 然后麦克风递给您 那又就请您 你比较长的那种感情 你就发表在 到脸书上写给我 所以您的提问 是不是尽量尽量地简短 尽量简短 您好 楼云台老师 您好 我是来自中国大陆 然后 等一下 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你在哪里 在这 可以看到吗 在前面 好 请 您好 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 一名大学生 然后我在香港 读了一年左右的 那个硕士之后 我现在在澳门 进行我 就是进一步的深造 然后 很幸运的是 在我本科学习的过程中 我在台湾大学交流了半年 然后 你可以提问吗 对 是这样子的 今天就是听到您的这一份 跟我们的分享非常的感动 就是刚才看了那些影片之后 我都就是流泪了 然后因为可能自己家里的原因吧 大家都要求你提问了 就是我的问题是 因为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家庭背景 然后我们也非常 就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 也非常想去了解 过去发生的历史的真实 你可不可以提问呢 就是我们 作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当我们要去问我们身边的人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 就是要去问身边的人 他们的记忆 他们的这些故事的片段的时候 我们作为年轻人 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好 这个问题太好了 我真是太爱你的问题了 为什么呢 大陆 其实这一两年来 出现了很多人在做口述历史 他不但有中学生的 他鼓励中学生回家 你就拿一个录音机 录影机 最好是录影 你的手机都可以 去正式地要求你的长辈 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去好好的把他的生命的过程 讲下来 你把它录下来 把它写下来 这是一个立即可做的事情 这个在大陆 我发现有很多人在努力中 你可以上网去了解一下 第二件事情是 我注意到一件 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今天有没有长春人在这里 长春 有 长春围城 你看过大江大海 对不对 或者是张正龙先生的书 好 我注意到吉林博物馆 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长春围城的那段期间里头 被围在城内的国君 照不同的数字来说 是有十万人在里头的 国君被围在里头 那么长久的时间 连战马都杀了 连马路的那个利青都跑起来了 很多人饿死的 但是家书还是要写的 所以当城破的时候 有一捆又一捆 一麻袋又一麻袋 没有寄出的家书 吉林博物馆在做的事情 是把这些家书 一个一个 包括它的信封 包括人名跟地址 全部上网 去寻找七十年前 应该收到这封信的人 你在哪里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 面对记忆跟历史的事情 我觉得吉林博物馆 有这样的认知在做 非常了不起 那大陆的年轻人 你应该回去 在你身边的长辈 你把名单全部列下来 一个一个去做你的功课 把他们的历史记录下来 好吗 好 谢谢你 我可以再提问 对不起 我现在真的要跳到 我现在跳到这一区来 有哪一位 好 我们找坐在最旁边最旁边 对 就是你 有麦克风吗 告诉我你是谁 可以 试试看 Testing Testing 好的 龙老师您好 我是来自于大陆的一个学生 是这样 我刚才听到了 您刚才讲的说 我们要记忆历史 去用口述历史 其实我也挺想这样的 但是我的老爷 当年也是一个老兵 他从小一直给我讲 但现在已经没有机会 再给我讲这个故事了 因为他已经不在了 但是我是想这样 因为您刚才讲到了 记忆 每个人的身边都有记忆 那所有人的记忆 就构成了历史 无论是我们在讲大陆也好 还是在讲台湾也好 可能他们所处的立场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记忆也不一样 这就导致了 可能我从小听到 我老爷讲的故事 可能跟您 今天跟我们分享的 这样的故事 在某一些细节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的立场是不一样 您的问题是 所以您觉得在 不同的记忆构成的 这样的历史 我们怎么来确定 或者分辨它 好 真棒的问题 第一个 只要有政府 就会有国史 就是说它是有机构 有学者去写正式的国史 只要有政党 就会有党史 对不对 我现在说的是 我们其实当然需要国史 也需要学者的研究 所以国史之外 还会有跟他的观点 也许不太一样的 学者的研究 学者本身又有非常多的版本 所以现在在讲全民的历史记录 记忆的记录 意思是说 我们不要只拥抱国史 不要只拥抱政府所写的 政府的历史 不要只相信党的史 而是说 有大量的国民的 自己的历史出去 到最后 有智慧的人 自己会得到一个结论说 我认为什么 才是我愿意接受的版本 这是一个成熟的社会 所以你问题很棒 我现在再跳回 从那边到水来第二期 好不好 其实我要找一个比较 比较最远的人 那个站子的 你连坐的位置都没有的 站子穿白衣服的人好吗 你刚刚是一直站在后面的吗 还是从别的厅进来的 我是坐在最后一排 所以你是有位子的 对 现在比较激动 就可以站起来了 我的问题就是说 您刚刚讲的这些记忆 都是以前发生的事 但其实我们自己今天 其实也在经历一些事情 这些东西会变成 我们未来的一个记忆 我的问题是说 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今天正在发生的 这些什么经历的事情 我们的思考 成为一个未来 可能是可以 对自己也好 对身边的人也好 或者对这个社会比较好的一个记忆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好的记忆 或者一个不好的记忆 谢谢你的问题 我觉得是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不可能只是在看过去 那我当然讲的是说 我们要关心 现在在发生的事情 而且其实讲到记忆中的灾难 很多灾难 此刻在发生 那所以 我们今天重点是在说 现在正在发生热头上的事情 是比较容易得到你的关注的 你本来就比较容易关注 所以我不需要再说 你要关注现在的事情 重点是 当你在看 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 如果你还有过去的记忆 作为你价值判断的参考系的话 你对于现在的发生的事情 所做的判断 会比较不离谱 你会知道 这件事情之所以会发生 是因为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于过去的了解 所以过去从来就不是过去 过去就是现在 因为它让你 比较真正的可以分析跟了解 现在是怎么一回事 你不知道过去的话 你对现在的判断 以及你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其实可能是错误的 好吗 谢谢你 我接下来我要听一个 用广东话跟我提问的人 谁 用广东话跟我提问的人是谁 好 您请 马尾巴的告诉我你是谁 但你广东话讲慢一点 我想问一下 你刚才讲到 我们要清听这个上个时代的心意 你要讲慢一点 是 请说 历史 那我想问一下 除了清听这个方面 我们基地 我们去尊重他们 那我们从清听这个部分 我们还可以得到什么呢 从你的角度来看 你希望我们从清听方面 来得到什么呢 好 现在你自己把它翻译成国语 来 你好 而且你忘了告诉我们你是谁 你好龙女士 我是香港本地立泽中学的一名学生 那么我想问的 立泽中学 对 我想问的问题是 你刚才在整一个讲序当中 一直要求我们的新一代年轻人 去倾听这个时代的声音 那么我想说 我们清听完之后我们记录 我们给予讲述者一个尊重 那么除了清听 除了记录下来 我们能够从这个清听的这个部分 我们能得到什么 你希望我们从清听的部分 能做到什么 好 谢谢 不用客气 历泽中学 几年级 中午 大年生中料 OK 好 谢谢你 不客气 好听的广东话 我不能够告诉你 你请听了之后 要怎么想跟怎么做 我就真的不能够告诉你了 你想想看 我总是觉得梁启超 我们在说一个身边的人 广东人 不远的地方 你知道梁启超重举 重举人的时候 他几岁吗 有谁知道 十七岁 真的是十七岁 所以 我们这个时代 生活的富裕 有一种倾向 会把年轻人变妈宝 台湾人有一个词叫妈宝 Mommy is boy Mommy is girl 我有这种倾向 因为我太爱我的小孩了 对不对 但是年轻人 我觉得你的思想里 是可以有重量的 那因此 我只能够 以我这一代人的经历 跟你说 请你仔细地 请听 请听了之后 我跟你保证 你们自己会知道 要做什么 你真的会自己会知道 你一定会知道的 好吗 OK 好 我这一区还没有指定 对不对 第二区还没有指定 对不对 好 那 不对 我好像有啊 刚刚那个站着 不就代表你们这一区吗 你骗人 不行 我要到这一区来了 好 这一区 请 这一区 光有点强 中间那一位 穿红色衣服的 长头发的 不对 左边黑色衣服的 好 请 楼女士您好 我是香港中平社的记者 我想问您的是 您说年轻人需要倾听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获得 这个倾听的能力 因为隔着这么长的历史 我们怎么有那个能力 从他们的人生当中 去了解更多 或者说 让他们的故事 对我们的人生 产生更多意义 这个倾听的能力 如何获得 谢谢您 这个倾听啊 它只有一部分是指 你用耳朵去听 只有一部分 它其实有更大的一部分 是你把心敞开 去真正的带着虚心 去了解 这个意思 那如果真的要用耳朵去听 跟记忆 不要让它像流沙一样的流失 我觉得这个问题 对于中国大陆 过去七十年 六十年的这样的历史过来 对于大陆的年轻人 这个责任特别重大 因为你们流失东西 特别特别多 现在有这个字节 那至于说 你如何去倾听 刚刚已经讲了 你第一个 你自己去做起 你从你身边的人 开始去采访起 第二个 你开始去读更多 你平常不会去注意的资料 第三个 你更多地去接触 外文的资料 去了解这个世界 这全部都在倾听的 这个范围之内 你就今天回去 就可以开始做功课了 好吗 好 我们现在到这一区来了 这一区 怎么办 那个沈校长 你帮我跳一个 沈校长 你回过头来帮我跳一个 沈校长发问 好 对不起 麦克风可以给沈校长了 我用广东话问可以吗 当然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倾听 不过我们的记忆 是有自己的选择性 我们的倾听 都是有我们自己的选择性 所以我听到什么 是我喜欢听到的东西 我记得什么 也都是我自己 喜欢记得的 是什么 所以记忆再加上 倾听 就变成了一个 可以是 都是很不全面的 一个的历史 一个很不全面的事实 怎样可以克服 这一个这样的困难呢 当然我们可以和多些人去谈 多些人去讲 但是都仍然可以是 譬如今天的香港社会 很多人撕裂了 可能一边是左的 一边是好右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应该听 哪一个说 那我怎样去 如果你们记得的话 我刚刚就是说 呼吁的是说 你要倾听自己身边的人 你要倾听海的对岸的人 不管你是在哪一岸 你要去倾听 你不喜欢不赞成的人 你不喜欢你不赞成的人 尤其是需要你用力地去倾听 那才是真正的倾听 所以沈校长所说的 也其实就是指出了 我今天在这个场合 选这个题目来讲 因为台湾社会的内部 有太多的 现在整个的情绪的 彼此的不喜欢不信任 香港的内部 有太多的不喜欢不信任 中国大陆本身 有太多的不信任 台湾跟大陆之间 香港跟大陆之间 彼此之间 有太多的不喜欢不信任 那大家都在问说 那立场不同 你即使听 你怎么办 我想要说的是 尤其是新一代的人 我们是不是把倾听 当作一门 我刚刚讲佛教的 严肃意义上的功课 功课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是躺在沙发上 边看电视边听 那个不叫做倾听 我说的功课的意思是 你要把它当作 这一代人的 二十一世纪的 非常重大的挑战 去倾听 那就包含 你去倾听 你不喜欢不赞同的人 去了解他的痛 他记忆中的痛 到底是在哪里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回答沈校长的提问 一定要去听 看到对方的痛 你才了解 但是这一区 还是有一个 然后再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就开始签书了 好不好 你手上摇的是什么东西 一直晃的是什么 那请说 您好 龙先生 首先我想跟您 分享一个记忆 您还记得四年前 您在天津考察 天津西战时 陪同您的那个少年吗 你长大了 我今天我拉了 是 你长大了 四年前在 陪同您 考察完天津西战 听到了您 关于金浦铁路和金湖高铁 两个时代的 铁路的对话之后 我在铁路行业工作了三年 然后在新浪工作了三年 其中这六年的时间 我和我的同事 我和我的一些朋友 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我们在搜集中国铁路的历史 搜集那些中国铁路的故事 我们出了一本书 下送给您 谢谢 好 谢谢 你问完了 我下一区了 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不知道您在做口述史时 有没有过类似的这样的一种局面 我们做的东西 有很多人 口述的人 他们觉得很有价值 他们很感激我们 但是没有人听 我们做的东西石沉大海 扔到了 哪怕石沉大海还会有波浪 我们的东西好像真的就是 东西做完之后 没有人去了解 大家连批评的事情都没有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面对过这种情况 您是怎么解决的 好 你问完了 问完了 谢谢 我很高兴见到您 我这样回答你的问题好不好 你就是说 你做了这么多的口述历史 其实很多学者 会觉得非常的寂寞 因为他做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可是他一本书只卖个五十本 他的这个感觉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至少在台湾 我不知道健壮是不是同意 在台湾 我们有一种感觉是 大多数的人 对于历史 对于记忆 是没有兴趣的 初安民先生 硬科出版社出书 还有天地的 陈松林先生 跟严淳沟先生 都在这里 你出历史 或者深刻一点书 是不是就没有读者 没有市场 或者是说 年轻一代的人 会不会觉得 我对于历史不在乎 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我就不要跟你说 什么 这是不是正常的 我只想跟大家讲一小故事 我最近一则写在 写在我刚刚开始去玩的脸书 这件事情 因为是七十周年 那天我在台北 特别去听了一天的七七 就是七月七号 我去听一场研讨会 就是七十周年 对于战争的 这一个国际的研讨会 听完了之后呢 晚上 我就去纠缠我的儿子 打电话 Skype 因为我儿子在 我也那 我总觉得他对我不够好 不够甜蜜 我就打电话给他 然后他就会告诉我 他干什么了 我就告诉他 我干什么 我就跟他说 这个 我今天去听了一天的 这个战争论坛 那我就炫耀了他说 你知不知道这个 这个国共在东北的战争 是一个很关键的战争 那是因为国军在抗战 就是蒋介石说是有个大战略 他有意地把东北的日军 从东北慢慢地引导向西南 因为当日军他深入西南之后 他根本没有办法 他的人不可能去控制中国 所以呢 是慢慢地把他引向西南的 因此后来的陪都是重庆 但是问题是说 到战争结束的时候 大部分的国军是在西南 在云南什么的 然而共产 共军跟苏联的军队 一下就进入东北了 所以你要再赶过去 你要打也打个半死 你赶到那里已经累死了 而且那个时候说 六十军从云南那边赶到 他们是穿短裤 穿草鞋的 然后到了东北的冰天雪地 去打仗 你打吧 我就在跟他聊 这个白天在论坛 这个谈论的事情 我这个25岁的 这是老二 不是安德烈 你们比较想知道安德烈 对不对 但是他是飞利普 这个飞利普就说 这跟法国很像啊 我说怎么像 他说 法国在二战的时候 是你知道 德法的边境是这样 西跟东的 对不对 德国在东边 所以他说 法国整个军队的部署 跟战壕 全部是锁着这个东西县 来防德国 他上面北边是比利时 比利时是一个小鼻石 没有关系的 不管他 他万万没有想到 德军先拿下比利时 然后从比利时长驱直下 当他从比利时打下来的时候 法军远在百里千里之外 赶都赶不过来 那我讲这个故事 是我们之间的一个聊天的谈话 想要说的是 年轻人这一代 不代表 对过去就不知道 你可以非常知道 你可以因为你做功课 你可以比我们上一代的人 还知道 而且更有见解 而且更有价值的判断的能力 年轻人绝对不代表不知道 我想强调这个 你们有可能吗 绝对做得到 绝对可以 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好不好 那这个是不是 我看 那个周先生 你们在局势上周先生来帮我选 周先生 你起来帮我跳 帮我选 我应该要挑谁答问题 最近的 第一排是不是 好 周先生选第一排 戴眼镜的 请 今天讲的是关于记忆 我想问一下 您可不想告诉我们你是谁 我是来自大陆的 现在在这边工作 我想问一下 如果在寻找记忆的过程中 碰到了官方要掩盖历史的行为 怎么办 1975年 我刚大学毕业的第一年 我到美国去留学 到了美国的那个大学的时候 我听说 人家就告诉我说 英台你应该去找某某教授 他是台湾来的 已经在美国三十多年了 他的学问做得非常好 我就去了 去敲他的门 然后自我介绍 我发现这个教授 对我极其冷淡 极其冷淡 让我非常非常困惑 但这个困惑 在不久之后就解开了 我们是在交谈 没有几分钟之后 他就非常的冷淡 后来就解开了 我才知道说 这一位教授 他本身是因为台湾 在1947年所发生的 228事件 被打击 而流亡的 但是在1975年的 23岁的龙印台 没有听说过228事件 它是一个被当时的官方全面掩盖的一件事情 我要回答你的问题是 很多的事情 它是不可能被永远地掩盖 它会出来 就好像一条河流 它有时候是进入地底 但是它总有一个时候 从另外一个地方出来 那如果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 一个政权 对于记忆 黑暗的记忆这一块 你没有智慧 去在对的时候 做对的处理 做对的功课 它有一天 当它从地里的河里出来的时候 它不是一条平静的河 它可能是一个洪流 跟决堤的水库 那个时候 你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我要下来跟你们深深地一举功 然后请你们不要忘记 我今天所说的 开启时代的大倾听 然后我就开始签你们的书 谢谢大家